大家好,我是Dan 随着State Woman Fighter的人气重点 出演该节目的舞者们也是受到很多电台厂商等的邀请 人气不断的上升 但是就在昨天,一位网友爆料了以神仙美貌跟舞蹈实力 拥有非常高人气的舞者罗瞻领的骗钱事件 而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争议 该爆料文的观看次数也突破了84万多 首先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位网友的爆料文 在去年3月24号,高中三年级的网友 为了以舞蹈准备大学入学考试 就自己联络了平时非常尊敬的舞者罗瞻领 拜托他能培训自己舞蹈 然后这位网友给罗瞻领汇款了辅导费 入学作品费 以及直接培训场地的费用 共290万很低 两个人说我是从4月开始进行培训 一周一次,一小时30分钟 但是都到了4月,罗瞻领就一直延期说 下个礼拜开始,下下个礼拜开始 然后有一天突然说 从5月底开始自己担任了著名爱豆的伴务 会非常忙 所以从7月开始加强培训怎么样 这位网友也同意了 但是忘记培训是延迟到7月开始的网友父母亲 在6月29号就打电话给了罗瞻领 三个月前就汇款了 为什么还不进行培训呢 因为借到这个电话感到不愉快的罗瞻领 就对父母亲说了 那怎么办,要退款吗 父母亲要求了退款 而这个时候罗瞻领却说 因为自己已经为网友完成了这个作品 消耗了很多时间 所以不能退款作品费跟租借场地的费用 只能退款培训费用50万 之后这位网友有要求全额退款 但是被卢瞻领给拒绝了 而且到现在为止 就连那50万也始终没有退款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事实 这位网友也上传了于卢瞻领的聊天截图 老师请问你有辅导入学口试吗 嗯嗯,正在指导一个人 我想要接受老师的指导 请问辅导费作品费是多少呢 辅导费作品费用是260万 然后接下来是这位网友非常有礼貌的 要求退款的短信 但是从2月份到4月份 卢瞻领一直都没有回复 然后在5月份 网友再次发送要求全额退款的短信之后 卢瞻领回复了 我说过不能退款 您是说作品费用吗 我已经为你做好了入学口试的作品 也交了租场地的费用 因为我的行程有跟你讨论过辅导日期 但是你母亲来电话通知我说 要取消辅导 我已经说了无法退款 不管换做哪一个老师 这种情况都不会退款的 不要再说了 我也很杀眼 我不知道你跟你母亲是怎么说的 但是我接听你母亲发脾气的通话后 被通知取消了 所以现在没什么话好说了 我可以问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辅导都没有定下来 就已经交了租场费用吗 我们不是说好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一直延迟了 下个礼拜开始 下下个礼拜开始 所以是先预约了 然后这位网友又说了很多 很长的一段前后情况 很抱歉 现在一直这样联络的内容后 卢瞻领回复 所以到底想怎么样 根本就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请全额退款290万 我已经说不行了 是你妈不讲理的一直要求退款 我没有说过会退款 但是在网友公开的母亲 传送给卢瞻领的短信中 母亲的口气都是非常恭敬有礼的 对于这位网友的爆料 虽然也有网友表示 可能是爆料者的母亲 真的很没有礼貌的要求 为什么只听一边的立场骂罗珈琳呢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表示 用个人账户收款的话 就是投税了 然后法律规定 补习班在收课开始之前 随时都能全额退款 而且连日期都没有决定 就已经租借了场地 没有拿到作品 还要作品费 如果是不想退款作品费的话 最起码要给看完成的作品吧 然后想要扣除租借场地的费用的话 也要提供租借的名气吧 这根本就是诈骗 应该可以去报警的 最让人上火的是 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 是会决定人生的非常重要的口试 竟然能用这个来开玩笑 快300万的钱 不是在哪里可以随便挖到的 在收款前 连自己的行程都没有调整好吗 一次培训都没有接受的孩子 用非常客气礼貌的低姿态发信息 受害者的母亲为了孩子 也是用客气的语气说话 所以就觉得是好欺负吗 但是最起码也要有个程度吧 你妈不讲你的教了你可以骗别人的钱吗 心情应该会很糟吧 是那个孩子的父母将辛苦赚来的钱汇给你了 还要跟你听那些话 不要活成那样 目前为止 鲁佳麟还没有发表任何立场 对于网友爆料的鲁佳麟骗钱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旁滩虽然胆虫狗参加无尽而game的话 会通过几场比赛呢 有一天 虫狗收到了无尽而game的邀请函 嗯 无尽而game是什么 第一场游戏 一二三木头人开始 第一个游戏 生存 第二个游戏 淘汰 我竟然淘汰了 再来一次吧 我是忙的 就让我再来一次吧 就一次就一次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